你以为他是个可怜的小孩 实际上他却是杀人恶魔的帮凶 深夜有人下班回家 突然听见身后有人求救 一个小女孩哭得很伤心 他说下雪路滑 汽车撞到了树上 爸爸位在旦夕 好心的女人想都没想 跟随女孩来到了汽车的位置 他安抚了孩子 随后走到驾驶室 打开车门轻声换司机 可此时司机突然起身 一把抓住了女人的头发 狠狠地撞向方向盘 紧接着 休手再次将她提起 不停地朝着车头撞去 远处的女孩吓傻了 她捂住耳朵 痛哭了起来 几天后 一个潜水员在汉璋里 发现这具无名女尸 经过DNA比对 死者正是血液失踪的女人 警方断定 这起案件是头颅猎人所为 截至目前 她已经残杀了18条生命 每具尸体的头颅都离奇消失 H国总统高度重视 为了避免惨案再度发生 政客算起了一项 扑具争议的法令 根据生物学家马英龙的研究 世界上存在一种可怕的恶魔基因 由此基因的人 99%成为杀人狂魔 他们没有情感 将杀人当作取乐的方式 而另有1%的人 成为爱因斯坦一样的天才 为人类的发展 做出了巨大贡献 最主要的是 这种基因因传的概率很高 社会学建议 想要避免凶手出现 应该立法对所有运物进行筛查 将基因携带者扼杀在鸟胎里 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听完这番惊人的言论 政客们瞬间分成了两派 保守派认为 这下法令有违人性 激进派却觉得 想要创建安全的国家 难免要做出牺牲 为此双方吵得不可开交 经过局所表决 结果却是一半一半 最终 局定权到了法务部长的手里 面对强压 部长思考了许久 还是选择了放弃法令 因为就在刚刚 他接到了妻子的电话 结婚十年的部长 终于有了自己的宝宝 作为一个准爸爸 他绝不忍循这样的法令 残害未出生的胎儿 这一边 政客们还在想着 如何会与绸缪 那一边 杀人诚信的通路恋人 早就登上了新的名领